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两个人的境遇可以说是大不相同了 如果平常有关注董青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董青在经历了隐婚生子的事情之后 终于出面承认了孩子的存在 经过时间的淬炼 现在网上的流言蜚语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多了 董青的家庭生活也日渐幸福起来 所以董青每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 气色都非常好 明明已经45岁了 但是却好像才30出头一样 这样的神采飞扬 让看着他节目的观众也是忍不住为他开心 而和他一样年龄的朱训 却日渐消瘦 让观众们忍不住提他担心 其实说起来 朱训的人生似乎比董青顺利坦荡得多 一来从学生时期过渡到社会工作 他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坎坷 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比较顺遂的 毕业后就职于央视没多久 他就认识了他的现任丈夫王志 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都处得非常好 王志甚至还公开说朱训是他唯一的老婆 这样的深情确实让人感动 但是奈何朱训的身体实在是不太好 曾经三度被传出患癌的消息 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心疼 虽然朱训本人有出面否认过一次 但是网上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还有很多朱训的同事也在网上为他的病情发生了 据说直到今年年初 朱训都还去医院做过一场手术呢 所以有了身体方面的影响 朱训日渐消瘦的身影也算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最近朱训好不容易回归舞台 但是只骗人一样的身材 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在照片中 朱训面色蜡黄 虽然有妆容遮掩 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朱训的状态并不太好 而且因为身体实在是太过单薄 所以扎丸子头的朱训看上去头身比更是吓人了 就跟向来被誉为是火柴人的鲁鱼都有的一拼 所以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怜悯之心 不过好在朱训有一个那么有爱的家庭一直是他的后盾 所以想必这世界上的任何苦难 对他来说都不会那么难过吧 祝愿他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